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停下来呢 你想过吗 在现今这快速发展的社会 我们每天都在用尽全力地向前冲刺 生怕只要稍稍地慢得下来 就会跟不上大家 更不用说停下来了 如此地不积极 那几乎是承认自己的失败以及无能了吧 曾经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直到高中时期 一连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让我对停下来有了不同的感受 今天我要用我的故事 带大家一起为暂停重新定义 这段故事发生在我第一次面对 学测倒数一年时 学测 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一场考试 当时的你 在做什么呢 我想这时大部分的人 应该都在努力地突破向前 求取更好的成绩 想着升上了好的大学 未来就能够更加地无可限量吧 但 这时的我却开始感到迷茫 那时 我就像一台被输入指令的机器 每天 很努力 很努力地向着一条 大家都在走的路向前迈进 可实际上 我就剩下一个躯壳 灵魂早已解离 渐渐地我的身心状况 已经不足以支撑我的生活 以及学习了 跟谎论去提什么突破 与追寻目标呢 于是我休学了 休学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当时的我非常地恐惧 以及挣扎 这是一个 不在我人生规划中的事 也不是过往的我想法中认为 一个高中生 应该要做的事 我不知道 我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了 有此可见 这个暂停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但医疗之外的 因为这个暂停带给我的时间 让我好好地思考 与检视自己 我倾听自己的内心 正是过往那些因为繁忙 而被我忽视的情绪 去探索并寻找 自己真正喜欢 想要的东西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接触早聊 以及国小教育 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着孩子们 因着我们的努力 有着一点点小小的进步 我发现 我好像喜欢上这种 带给孩子们影响的角色了 我决定 我要透过学习 成为一名小儿 职能治疗师 因为这次暂停带给我的时间 让我将自己重新准备好 让我有勇气 再一次启程 不过 在这之前 我想要先去打工换素 好好的体验一下 这个阶段的人生 于是在今年的四月 我来到了花莲新城的 练习曲书店 担任换素店长 在这里 我接待旅人 陪伴棒球队的孩子 出道书店时 我怀着满心的期待 我急着透过密切的交流 在短短三周 有着满满的收获 但 才过不到三天 我就发现 这似乎不是一个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高频率的与人互动 直面他人的情绪 以及不断的内耗 使我身心俱疲 我再一次地感到迷茫 我不知道 我在书店的角色 在一个激进崩溃的傍晚 我终于从书店下班 我牵着单车 来到了堤房边 停下脚步 伴着浪花的来去 我再一次倾听自己的内心 尝试为内心的声音 与外头来往的人们 找寻一个和谐的沟通频率 正因为这一次的暂停 他带给了我机会 用更宽广的视野 更全面的角度 来观察 与了解自己 这次我决定了 我要成为一名陪伴者 我陪伴每个到访的人们 满足他内心 那小小的渴望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一名渴望理解 与关注的孩子 我慢慢地观察他 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陪着他做作业 给予他肯定 以及引导 三周后 就在我要离开前 孩子说 姐姐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我觉得 你教得比较好 你走了后 就要换人家了 姐姐 你可以 不要走吗 听到的当下 我震惊了 原来我以为不起眼的自己 在经过停下脚步 仔细思考 并重新定位后 对一个孩子的影响 竟然可以是那么地大 回想三年前单车换倒的我 也曾到过华莲 那时的我 只记得盯着眼前 黑色的柏油路 直直地向前冲 周遭 有什么样的景色 我没有半点的印象 但这次不同了 因为暂停 我抬起了头 这时我才发现 原来这里有湛蓝的大海 有帮球队孩子 那傻傻天真热情的火红 有旅人们 生命历练的沧桑 与暗子 有书店伙伴们 多方向力量切入 集结而成的彩虹 所有的一切汇聚起来 是小村落与老房子 无可限量 生命发展的一道金光 最后在回程的火车上 我看见的是汇集过往 以及这一年来 各式经验与想法 重新塑造后的 崭新自己 即将要开启一段 无可限量的旅程 再经过这一年 我想 停下来 并不是一种逃避 有些时候 比起努力突破 停下来 反而更需要勇气 因为那必须要有 摆脱过往想法 束缚的勇气 但 暂停 它给了我 更宽广的视野 更充足的时间 可以好好地准备 面对再下一次的启程 下一次 当你的人生 遇到困境 当你感到迷茫 无力 不知该如何 是好时 我想告诉你 停下来 也许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停下脚步 眼前的景色 会变得 更加不一样 我想这也是一种 无可限量吧 我是唐静纯 希望大家都能够 勇敢地停下来 倾听 并寻找 真正的自我 谢谢大家 谢谢